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上海则是扶神站出来为球队打开局面 他在前队友刘小宇的防守之下体前变相命中三分球之后 又绣销魂转身高难度命中神仙球 双方打成20平结束首节比赛 此节卢汉琛利用速度优势杀到篮下无拘对抗上篮打中 扶神突破中激励妙传底线贴入的明娜拉斯 明神起飞弯弓暴力劈扣点燃全场 北京队马上是加强防守连续抢断 由杰克逊和方硕闪电反击上篮 稳住了局势 随后弗雷达特无拘防守顶狐三分瞄中 但是商与归队的杰克逊状态良好 一步过掉菜量之后 命中三分 右阶队友掩护顶狐三分再次手起刀落 帮助北京队领先七分 结束上半场争夺 一边再战 北京队利用张兆旭移动慢的特点是一招而先吃扁天 汉密尔顿用他精准的三分内外开花帮助北京队扩大比肺优势 防守右侧底角三分一键穿心之后 上海落后两位数被迫请求暂停 但长林在暂停之后又在伤口上继续撒盐 内线打成了二加一 上海不得不再次叫下暂停 而上海的铁汉菜量这时站了出来 右翼三分空间入网 带领上海打出一波9比0的攻势 将比分给缩小 到了第四节上海继续追分 菜量成为上海队的英雄 防守端抢断发动快攻 主伏神打成二加一 在队伍进攻进入停滞之时 自己又持球通过打成二加一 之后又在快攻中接到伏神传球完成双手炮扣 将比分缩小到只差三分 在关键时刻极克逊战了出来 命中三分球帮助北京稳住了局势 而伏神不甘示弱 反击中顶着两人防守三分怀疑颜色 最后的一分钟 伏神突破高难度再近两分 将分差缩小到只差一分 而生死时刻 谁也没有想到 王潇辉成为了北京队的救世主 在进攻时间所剩无几的情况之下 运球变相超远三分 手起刀落直接杀死比赛 最终上海队无力回天 北京队以101比95险胜上海 将系列赛也是带回首钢土场 腾讯体育综合报道 我们恭喜北京队获得了 这回系列赛的参加冠军 这回球队的参加冠军 我们也打出了直播预告 我们将在3月10号晚上19点 为您带来本轮系列赛的 第三场比赛的直播 北京队将在主场凯迪哈克中心 进行两支球队的第三战 也是决胜战 好 感谢观看